嗆嗆三人行 这个媒体有时候聊什么非常有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有时候看 其实应该感谢总得有一个出头鸟 对吧 就是说有些话题 比如说薄熙来王立军 我想大家都可能注意到 我们不会轻易谈的 对吗 就是因为这是个非常慎重的一个问题 中央法律还没判的 是吧 法院还没判 也还没判 不在于这个 就是说一般我们都知道 别轻易去谈这个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 有一家友方媒体 他碰他捅出一个 好像捅了一个窗户纸 然后你接着看 大家都借着他这 借他的光就都开始聊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媒体特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我是说的 你今天也得借光了是吧 借南都周刊 是吧 南都周刊 不是那个八卦的那个周刊 是吧 是这个南都周刊 是吧 不是 是南都 是严肃的那个南都周刊 不管吧 总是南都集团的吧 对对对 是南都周刊 他算是带了一个好头 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好头 他来了个长篇报道 写王立军 好家伙 这下我发现微博上就热闹了 纷纷开始聊 聊王立军 发现真是一个人物 徐老师你有没有阅读 没有 那你知道那句名言吗 不用是看别的 就说你不是玩微博的吗 微博上你应该能够看到了王立军的名言 说他曾经跟那个部下训话的时候 说你们要读书 你们要读书 我读过的书足够把你们火化了 你们火化了 把你们火化了 就是我读过的书 下面有多少人啊 站在那边 这肯定有几千人的警察大会 那种跟中国人讲的 我走过的乔 比你走的路还多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 还不一样的意思 不一样 是这个意思 我对你啊 那只是一个人的 他这个是把你们火化了 如果说把你火化了 那我都敢说 我看过的书 能把一个人火化了 可是他下面要是你们这个门 我不信 你看过的书 能把一个人能把我火化了吗 我们来试试 你不要谈了 你是不要谈了 我跟你说 烧一个人没那么容易的 是吗 烧几本书 你能把一个人火化了 你试试 那都是 多高温的那个炉 塞到那个炉 但这个事细节私下在说 我现在就说 真是跑题跑不题 所以徐老师 你这个不像是研究文学的 我通过这句话 我发现 他是看过书的 这个语言 很生猛的 很生动 你看我们语言 追求就是生动 你看他用的这个语言 过去讲毛主席 说话的一个优点 就是说话极其生动 他用一些比喻 这个话说的生龙火虎 不是八股 不是吊书带 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要说王吕军的这句话 很生动 像是有文学修养 人家唱红打黑 不是白打的 很生动 我读过的书 这种语言 没有第二个人用过 但是我是第一次听 一个人说 这么来形容 就说 这就好比说 我过去听过 李奥老师讲课 他也是说 他说 他说这个就是语言 有时候我们要注意 语言的闪光 他说有的 他当年被抓进去 有一个国民党的 审讯官 就说一句话 他也认为这个用词 很生动 就说 是不是共产党 我闻都闻得出来 我这个鼻子一闻 都闻得出来 你看就很生动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王立军讲这个话 我看过的书 能把你们火化了 我觉得 这个眼睛是气势磅礴 但是我觉得 我某程度上赞成你的说法 但我觉得 这生动之外 还有一个 很猛 那个嚣张的 那个 嚣张的 那个东西 是比较多一点的 你看出来了 我发现广美 能当心理医生了 对 这个背后 确实你看 分析语言很有意思 这个背后还有广美说的这么一种潜意识 那么如果一个警察首长说 我虽然是我刚才讲的文学的夸张 但是能这么夸张 火化了你们 是吧 他要说火化了 台湾国民党还行 他火化了你们 那么就说明 这个首长和他的下属 是一种什么关系 他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解 就说明我的文化很深 我这个文化可以淹没你们 是不是也能这样来解 不是这个意思 他不是这个意思 对 警告的意思 是吧 然后我就跟你讲 就说南都周刊的这篇报道 企图写出一个人 当然咱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全部的真相 可是呢 单就南都周刊写的 这个王立军的这篇特写 我觉得 我越看越觉得 王立军不像陌生人 我太熟这种人了 我在大陆 中国大陆 甚至就见过 不少这样的人 就在不少的单位里 什么特点 都有这样的人 就是比如说警察 有一个人呢 你应该先前面解释一下 起点特别低 起点中学毕业而已 就是说可能文化程度 各方面的那个条件背景 工人出身嘛 对不对 可能都没有是特别特别的好 后来就因缘际会了 然后就开始当了这个公安局的 派出所的所长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慢慢慢慢走上 我看完这之后 我还其实说真的 心生亲生佩服 心生佩服 你说某种程度上讲 好多单位有这样的人 而且甚至就是有人说 就得这样的人 为什么 你比如说警察 你如果是涣散 你不到岗 或者说有一个人给他打电话 说我这电脑失误台被人偷了 你派出所就离那么近 怎么没有来 然后这个电话 他都不认识王立军 是直接早上六点打给王立军本人的 王立军接到这个电话之后 就说一个我来处理 然后这个人打完电话 回到他的公司的现场 就发现市局的督察大队 什么事都来了 而且好像派出所的 你说很有效力 有案必报 有案必到 这么说吧 他比如说有一天晚上 还是早上 打电话给这个派出所所长 这所长是按照值班 那天没值班就不在 撤职了 以至于到最后 这个派出所所长吓坏了 有的所长不敢回家长期 带着扑盖卷住在派出所 住了一年多 就是等于他要抓什么 一定就抓出效率来 而且这个警风警计啊 一下子好管 一下子就好转很多 甚至顺势啊 把你警服都给你重新设计了 警徽重新设计了 但人家是轮休 你把人家撤职 这不是不讲原则吗 这是有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好像有个警员 半夜被袭击死掉了 就其中派出所一个人 袭击被袭击死掉 然后他打了四个派出所 所长都不在 然后他就觉得说 你让你的士兵去挡枪子 你却在家里面享福 但是文涛 我看完这个整片的 虽然说我心生佩服 但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有点太歌功颂德的感觉呢 好像他是他家邻居 跟着他一起长大的 这么多细节的东西 还有这么多证人 我觉得这还不是歌功颂德 我觉得他是在想写一个 后来变疯狂的的人 你知道很多人初期一开始 就工作极其能干 而且是铁腕式的能干 这个地方犯罪率 马上就要给我降低 你看他的管理方式 从原来东北 一直到后来重庆 反应都是什么 老百姓叫好 警察叫苦 为什么 你加班加点 我让你做到的 你必须得做到 好 事情的开始都是好的 没有出圈 但是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他会滑向一个膨胀 膨胀了以后 就开始指着鼻子骂娘了 你知道吗 我见过中国不少单位的领导 往往这种领导确实是特别的能干 他能干的方式 我这么跟你说 你比如说 很多人说中国人习惯于换散 迟到 早退 能偷懒就偷懒 那么你这个 你怎么管 你怎么管 你不是制度的 但是有的时候 出来一个厉害的角色 我 当场给你撤职 或者扣你奖金 或者等等 不管他是什么办法 但能他就能管起来 但是同时 你有会在这个人身上 发现一个什么 他不尊重同事和下属人格的色彩 他发展到后来 他可以 就是有理没理的 就指着警察的鼻子大发阴威 破口大骂 你有时候你就觉得 他不知道这个界限分寸 他工作做得好了 然后他甚至到最后 能够自己设计警服 自己设计警车 自己设计警徽 他能跨到一个 就是说我要建立我的一个王国 甚至他搞一个什么 警察沙龙 警察沙龙 后来有人去参观过 说那个早期 你看他在锦州的时候 据说挂的还是一些 当地公安局领导的那个像 到了后来重庆 这个警察沙龙里 挂自己像 不是挂自己像 那他挂什么像 他挂CIA头目的像 英国军情六处 中央情报局局长 他挂这些人的像 你明白他心里的这个想象吗 他要把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王国 打造成一个 野心家是怎么练成的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听你们的介绍 其实刚才讲到 那个火化的那个字眼呢 刚才还没接下去讲 就是说这个 他跟把他属下的这个地位 跟他放在哪里 其实我相信可能 因为为什么我要讲说 他的出身很低 因为他觉得 我能做到的 为什么你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种人 他是特别没有办法 忍受笨的人 就是说没有办法 跟他一样能干的人 他会看不起这样的人 所以可能 刚才你在讲说 我可以火 他凭什么讲 我可以火化你 可能那些人 在他眼中 可能就真的是一颗细菌 的身份跟地位而已 他没有把 为什么他后来 会变成那个样子 因为他已经不懂得 尊重别人了 我觉得 好像你现在 他这个报道里 还说的有些说法 比如他到重庆 有些人跟他讲 说这个人 私下里讲话 都是直言不讳的 就讲 说全世界都是这样 古今中外 莫不如此 警匪一家 我到重庆来 我要干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把警察和土匪分开 去这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我听过北京 有一个大学的一个学者 他们曾经专门成立课题 课题组 去研究重庆模式 对 他其中讲到这个 就是唱红打黑 那个打黑的时候 他是比较同情他们的说法的 他的意思 当时他的就这样说 他说你说香港的廉政公署 当初出来打老虎的时候 也是用了很多手法的 就是说如果你 他的甚至说 他全世界执法机构 如果你全部是按本本办事 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所以当初他们也是这样做 我当时听了就不太高兴 就是我是产生疑问 我觉得王立军也好 那个我不知道他在多大层面上 能代表重庆的整个公安行动 这个做法 基本的特点在我看来 就是以黑打黑 就是以黑打黑 比方说他认识的这个雷书记 你像雷书记的事情 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分析 他的第一个错 是他把工程判给他的弟弟 不公开的给外面的商人 这是第一个错 如果这说是第一个黑 那第二个黑呢 是那些商人呢 为了反抗他这个滥用职权 就训练了一个女生 就给他睡觉 把他拍下来 然后还要威胁他们 而且据说拍了好几个人 那这个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是用黑的手法 来反抗你黑的贪官了 你明白吗 我透露这个本身是一个 不正当的非法的手法 这是第二层的以黑打黑 但是他是商人去反政治 那这件事情 等到他收到他的威胁令的时候 你看到后来的报道 雷书记请示了上级的 请示了重庆市的领导 我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他认识王立军 请示了以后 他其实在这里是坚持党性原则的 他没有向那个商人屈服 对不对 他没有把工程让给他 但是这个时候公安出面了 公安没有说那个商人 你派了这个女生 18岁女生 就是那个傅小天在探讨 爱不爱他的这个人 他没有说这个 用女生这个手法是非法 反而给他套了另外一个罪名 说他司刻公章 把那个商人关了一年 为什么这是第三层黑 又是以黑打黑 为什么以黑打黑呢 因为他如果讲他拍录像的话 不就把官员抖出去了吗 所以他为了保护官员 惩罚这个商人 给他换另外一个名字 还有第四层 整个这个事情都在公安的系统下面 可是最近怎么曝光的呢 最近是外面的一个 网络上的一个什么人 突然收到了有人爆料 他把它放在网络上 而爆料的是哪里 说是公安局内部给他的料 你说这有谱吗 全部都是真的 你全部都网上可以查得到 这个人叫 网上查得到 就是那个 租什么租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说他内部得到这个东西 我的问题就是说 你既然是公安系统 你可以重新审这个案 你为什么要通过网络 这样爆出来 最后把雷书记的这个事情 搞得我们大家都在讨论半天嘛 所有这些事情 我不讲我不讲具体是非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说他在打一个坏的东西 但是问题是他打的这个过程 本身有问题 回顾到你刚才讲的王立军这个 你看他打的东西都是对的 对不对 不是说都是对的 至少一部分都是对的 但他那个方法 对不对 你想那个派出所长 他轮休也把人家撤职了 那么在一个短时期内 这种以不正当手法达到正当的目的 会受到赞扬的 你可是时间长了以后 恶果就会出来了 我为什么觉得他这篇报道里写的 是一个我很熟悉的人呢 你看就是说这个王立军爱读书 爱读的那个书啊 比如说毛泽旭的书读的就多 好巧还有一些什么 咱们认为就比较 左派的书读的比较多 而且呢 说读的书特别多了以后啊 还经常思考这个全世界的问题 有国有民 你感觉他也是 甚至于说呢 他的名片上都不印他的这个局长 他你就觉得他印什么 他是不定的十几个大学 还是几十个大学 都有一个叫王立军的教授 就是说他真做了那么多教授 好像是指导教授 这叫指导教授 对他拿了蛮多头衔的 他除了公职的那个头衔没放出来 他的名片上就各种 他还是比较崇尚那个读书人的那个范儿 所以他说就有一个大学生出来讲 说他来我们大学那个演讲 座无虚席啊 全部爆满这样子 然后他就就演讲完之后 他说内容还是比较比较保守的那种内容 然后听完之后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但是因为冲着他那个名头 就很多人去听他演讲 听完之后第二天 他就多了一个这个指导教授的身份了 但是他从来没有去指导过 他是个就说 这人叫他想 至少他想当一个学者型的局长 甚至呢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喜欢香港 你看他有种 你知道吗 这个里面有种美学的东西 有种审美的东西 他曾经要把他那个警察公安局啊 改名叫警署 香港 香港才叫警署 但是我很能理解 他很有创意 很能理解 他组织性纪律性不是很强 这样看来 对不对 刚才讲 他讲说要把所有警察的制服全改了 警徽全部重新设计 他自己亲笔去做的这些事情 警徽 然后所有的服装全部都改 然后警车上面 到处都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不同的标签啊 就看起来他们说不像警车 像一台那种在路跑的那种赛车 苏看的多 苏看的多 枪枪赛言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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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造成 torn or arelic 标赏转发 打赏转发 全新盛达 北京现代 2012点11月 焚九集团提前三年 实现百亿目标 焚九跨越百亿新增收 焚九 诸ッ國酒魂 你看这个报道里很多 说背后发牢骚 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曾经一个派出所有六名民警 在外聚餐的时候议论王立军 被临座录音上报 怪不得王立军本人就爱录音 那么涉事民警截获处分 因事发在8月30号 内部被称为830事件 然后此事经通报后 民警互相防范人人自危 然后民警杨虞透露 一些市局处级以上干部 电话不敢接 预示打手势做动作 私下谈话时 则将手机电池取下 把手机锁进柜子 谈到王立军 大家不敢直呼其名 而代之以那个教授 像是说徐老师 那个教授 然后你看 但凡王讲话会见的场合 必有市局特别报道小组警员 在一旁拿着小本记录 这些人员被称为蓝精灵 蓝精灵 因穿着辨识度较高的蓝色制服而得名 蓝精灵有20多人 每天忠实的记录王立军的言行 拍成的视频每日都要刻盘 因为王不会看电脑 每天的照片也是由专人PS之后 在市局旁边的春秋照相馆洗成六寸 经王过目挑选 这些视频照片都要存档入库 经王本人签字才能使用 每个月还要做一本王的影集 王立军 跟王立军跟徐老人真的很像 徐老人每次喜欢坐在这 王立军喜欢对着相机展示他的左边 说侧身会让轮廓线条分明 我这不是右边吗 左边是我 对他喜欢坐左边 您喜欢坐右边吗 你们俩不一对吗 总而言之是办事有效率 不大讲手段 对 实际上是法家却喜欢读书 你总结的很有意思 他在一些局部的事情上做出了成绩 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然后他对自己就开始膨胀 你知道吗 失控 我们都是 广美这你可不了解 我都是现实主义者 我真的觉得 就是说 中国的很多单位 人浮于世 皮皮塌塌 迟到早退 这种现象是普遍的 是我们一个 我们国家不够那么专业化 你知道吗 没有办法 按说应该靠制度管理 比如说在香港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对吧 怎么会有这么 比如说你录像 你说你迟到 怎么可能 那香港那个 就没有这样的事 对吧 但是香港也不会有警察 杀龙 有图书馆 藏书 香港是靠 香港是靠制度管 但内地现在短期内 很多是要靠强人管 对 所以就是这种强人 你还真是就说 这没办法 就说中国内地很多单位 我现在明白 为什么他说他熟悉 认识这样的人 就是我们很多干部 新兴啊 其实是这样出来的 我不但熟悉 我甚至就觉得 很多很多单位 你要想干好 你要想管好 这帮患战的人 就是这个人 强人 但是他可能是个恶人 但是他也可能是个狠人 他的危险是第一 他这个强人的手段 可能会有隐患 对 第二 他事情一旦成功以后 他就膨胀 他膨胀 他这一膨胀以后 周围的人就 他就无法无天 独立王国 然后还得到老百姓的拥戴 然后他搞尊卑 尊卑这一套 你知道吗 他可以就是说 不尊重你的人格 他可以 就是这个人啊 我明白 他读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启示录 蛮就费 无敌 cz Ashe 有 啊 呱